phrase phrase text 这个phrase 动结嘛 对不对 动结文本 大家去理解一下 什么意思 就是保存它的位置 即光标的位置 光标的位置 和当前文本的位置 基本上用不上 因为我们的textview 本来那个文本 就是此的 gravity 这个设置文本里 文本的 它的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属性 我们常常会用得到 对不对 Hinge Hinge的PC上 也有这个概念嘛 就是一些提醒的文本 比方说我的text 当时为空的时候 我们这个提醒文本 比方说会提示一个 什么您还没输入内容 就这样一些提醒文字 ME option ME的话 我们都知道 是跟我们输入法相关的 对不对 的一些设置 还有action 相关的一些动作 action level 这个 都跟我们的输入法有关 然后 include the font padding 就是文本 就是设置文本的 它里面的内容 就包含的这个内容的 这个拍空白 里面的这个空白 input myself 输入法 这个时候 我们再切换输入法 我点开了希望 这个在我们的textview上 是不是也没用啊 反而会用在我们的ideatext 就是我们点ideatext 不是要弹出一个输入吗 你可以指定它 默认打开哪个输入法 对不对 比方你装了sogo 你就根据这个包名 唯一的这个进程名 去 就可以了 input type 这些我们这都没有用啊 这都没有用 Marky repeat limit 跑马灯的重复限制 这个我们猜的 猜得出来是干嘛用的 就滚动的重复次数 它这有一个参数 叫Marky forever 永远滚动 EMS 这个EMS 可不是我们邮局的EMS 这个EMS是指 我们的字的宽度 字的宽度 最大字宽 最小字宽 这些 最大长度 Lines 设置我们文本的行数 有多少行 有多少行 我们如果设成五 那我们的这个text view 自动的就会变高 自动 哪怕里面没有内容 最大行数 最小行数 它这里头有些属性 都还有点冲突 比方它后面 还有一个single line 就单行 如果你想象一下 我在这儿设一个 最小行数为2 两行 我再设一个single line 为2 对不对 所以这些属性 是有冲突的 但是这些冲突发生了 优先级是谁 先开始 就决定它来代码 那么大家可以 自己去实验 所以这些属性 不用太当真 其实我们自己做项目 也会说这么多属性 links click 是否允许点击链接 特别是我们的上头 设置了这个 设置了这个autolink line space extra 行间距 line space modify了 行间距的倍数 还有这个是我们设置 我们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设置我们的一个数字 这个对我们这儿 其实没什么用了 这个我们想象一下 Numeric Numeric的话 和我们前台一个digitals 好像设置都是数字 对不对 但前台是设置 在这里显示的数字 这个是设置的 我们的输入法 弹出的时候 是它的数字面板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password 密码 就是让我们的 这个显示 是不是以 我们以前所见到的 什么信号啊 这种方式来显示 对吧 就看不到这儿 phone number phone number 设置为电话号码 private image options 也是输入法的相关的选项 我们不管它 我现在都用不上 下面跟布局有一些关系 score 还Raz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那个滚动 就下拉条 只不过它是横向的一个下拉条 就是当我们文本超出了的时候 我们默认的不是打点吗 什么一号 但实际上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下拉条 很像下拉条 设置它为true or false 然后select only focus 就是是否选中所有的这样的一个 选中所有的在这样一个焦点 我们现在也用不上 这个主要是我们edit text里面去 去选择文本 shadow 阴影 阴影的颜色 阴影的位移坐标 x值和y值 阴影的半径 单行 把它设为true or false 单行显示 设置它的文本 设置完本的外观 这个往往绑定的 是不是我们的一些样式 对吧 文字的颜色 文字的高亮颜色 什么叫高亮呢 就是当你这个文字被选中的时候 它的这个颜色 就好像我们在网页上 我现在就是文字颜色 是蓝色对不对 这个就叫它文字高亮的颜色 文字颜色提示信息 哦 这说错了 这个是提示信息的文字颜色 这个是链接的文字颜色 这是给它放大的倍数 这是文本的大小 单位你自己去设 一般我之前也讲过 讲这个单位的时候 我说设置文字大小 一般用sp 对不对 设置那个宽高 我们一般用dp 文字的样式 文字的样式 包括什么粗体 写体 等等 typeface是设置文本 设置文本的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 当然你要去查了 如果你有字库的话 你可以设置成中国诵体 page 这是指文本区域的高度 刚才我们还有一种方式 可以控制高度 就设置它的行数 对不对 这个是文本区域的高度 是以单位 单位显示的这样一个高度 最大高度 最小高度 宽度 最大宽度和最小宽度 OK 就这样子我们简单的过了一遍 我们花了个五六分钟 这五六分钟过得绝对值 以后大家看到这个 起码有一些印象 起码有一些印象 下面就不用看了 下面其他组件也有附加的 其他组件也会有一些附加的 它都翻译了 你会有一些附加属性 这些就不用看了 我们只看通用的 以后的我们去猜 需要了我们再去查官了 OK 这个over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来正式的做练习 我们建一个新的项目 嗯 嗯 有什么 sterd standard view 吧 çünkü sanding.demo.standardview 这样来个包 OK 就在我把这个稍微改一下 改一下它是这个分类 我们这个叫form form visit 这个也改一下 form visit activity 看一下它这些都存够了 form visit activity 差点不是main了 没有main了 这是没保存的 它这里没生成吗 没生成这个 真的没生成 给它删了 重新生一遍 看这是它的一个bug 项目是自动编译的 按照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样设成自动的 自动编译的话 这个r类它删掉会自动生成的 当然它如果不自动生成 我们可以用 可以用android的ture 这有一个fix project purpose 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咦 怪在啊 刷一遍 刷一遍 哦 大家看一下 晕了 我们别忘了 我们的xml必须全小写 否则它生生不了 对吧 我也忘了 这钱都很清楚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 就会犯这种第一错误 ok sit content view r.layout for region ok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上面放一个textview 这个textview已经默认的情况已经出来了 那么它的这个文本的话 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这个当然了 这个文本是从我们那里面去读的 对吧 从我们的values里面去读的 那么下面我给它改一下 hello sundish 今天 成都下雨了 ok 下面我们要如果我们先来熟悉几个常用的一些属性 如果我要给它设置颜色 我们看是不是设它呀 对吧 那么设它 我们给它设上一个颜色 比方说我设上一个灰色 我们看一下还有些什么样的属性 有必要我们去看一下 hint的话就是一个提示文本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当然可以 no data size 比方说 24 24sp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也可以多答两句 今天 都下雨了 晚上还在讲课 我们看一下省略号出来没有 出来没有 没出来 因为它默认的情况下是会换行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让省略号出来 我们给它再设个属性 有个single line 这些大家 就 记住啊 就记住了之后 你慢慢的多用几次 你就熟练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属性 随便找一些 什么最大行啊 行数设定啊 最小行啊 配的是它自己的这样一个高度 它自己的一个高度 说的好 好 那我们来给它加一个图片 我们做一个 加到左边吧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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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图片去哪找呢 我去找两个图片 正好桌面上有三个图片 我们待会儿都会用得到 给它考过来 不根据分辨率来考虑 我们就直接建一个 如果你这个图片 你要本身是有分辨率大小的 你要考虑到这些大小的 你就会加到对应的目标 我们是 所有的我们都取这个图片 你就无所谓了 所以应该怎么写呢 是不是 add for drable 然后下面 加我们的图片名称 这个时候 你拿不准的时候 是不是我 之前给大家交了一个小窍门 alt alt 加问号 它就出来了 好 我们选一个name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是否加上了 是不是已经加上了 对吧 我们还可以 是不是还可以设置一个间距啊 我们刚刚还记得着 我们刚刚所说的图片 是不是还有个间距啊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10 10dp吧 这个dp实际上跟dip是一样的 你自己都可以 看间距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个大家可以随意看一下 我发现我们今天玩 我组境有个好处 不用运行 不用运行 OK 所以现在锁建计锁的工具也蛮好用的 好 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些内容 那么事实上有的时候 我是希望它能达到一个效果 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我是希望在这里面嵌入我的一些电话 我把这个删掉 就false吧 删掉和false是一样的 墨值是false 电话是1560807187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别人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链接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点呢 对吧 那那个怎么设置呢 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聊一下 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outlink 通过我们的outlink来进行一个设置 我们还有一个属性 叫outlink outlink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属性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原来是一个美举 有一些美举 那么就选到缝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变了 对吧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还是跑一下 它会自动的把它识别成为一个电话 但你少设几个数字 你只写个156 它就不会设了 他把那个字给盖了 电话是那个字给盖了 这可能是它编辑器的一个bug 我们大家要看一下 看真正运行起来的效果 因为所见记所得的编辑器 就好像我们以前用方配级编辑网页一样 看到的并不是最后运行的效果 不要太相信它 第一次启动都会比较慢 不见之一 启动了没有 开始启动了 这个所以 有的时候大家看到 这个 似乎这个地方 这已经重叠了 对不对 实际上这是我们编辑器的一个bug 这才是最终显示的效果 那么这个效果 如果我把这个图标弄大一点 图标弄大一点 大家看一下 我把那个图标弄弄大一点 是不是就有点像这个了 对吧 我再给它设置一下它的这个布局 对齐的布局 就有点像这样的一种布局了 好我们来点一下这个链接 看直接就进 对啊 自动就关联上了 多爽 所以只需要撕一个Altlink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呢 它这里面既然还有这么多种 它制设好几种 有网页 Email 这个 还有地图 那么我们设成所有 都给它去看一下 我的电话是 Email 是 实际上这是一个模式匹配 它自己做了一些模式匹配 官网 我们来看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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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